台开集团为花莲的新天堂乐园 本月1号无预警停业 上百名员工领不到薪水 而重回董事厂职务的秋雨云 今天到场发放基欠的2月份薪资 共有300多万元的薪水 而对于新天堂乐园未来 他说会同步厘清财务状况 以及发展重建计划 希望引进策略合作伙伴 至于外界关心的IMAX影城 他证实已经与厂商解约 台开在爆发经营权之争后 秋雨云以临时董事会决议 让他担任董事长 昨日前往金门发放薪水后 10号上午亲自来到花莲新天堂乐园 同时向员工表示 是因为不舍得大家在这里奋战 如果他没有站在这里 去借 去跪 去求这些钱 大家也都没有办法拿钱回家 我只是来赎罪 因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怎么可以让你们到今天3月10号 才拿到你们2月的薪水 没有春酒 没有喂押 我拿着董事会授予我的权利 跟我的金额 来把钱交给员工 我认为谁能够负责员工的生计 谁就是愿意负责的人 是吧 没有一个人就我要负责 然后你们赶快去老公去告我吧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好的负责人 是不应该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你去告我我要关掉 那这是不能服众的 我们的员工也是说 谁能够付负薪水 谁应该就是老板吧 因为他能够为这里负责吗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负责 他告诉你说他可以决定这里生死的时候 你还愿意跟他说让你赶快出去 是不是 你跟他走好了 他是没有权利支配这里的资源的 针对董事长的职权 他强调公司独董和大股东 开临时董事会 确立他的董事长职务 解除吴子佳的代理董事长职权 而他本身就是最高主管 而他也强调 台开新天堂乐园 这三年来最大的问题是 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要自给自足 自立方向 创业重生 赚取薪水和未来 记者林杰 齐安湘采访报导